凯米台风来台台东许多的活动都被取消 而其中台东县政府原定在7月25号抽出的 六月驻台东抽万元旅游金 幸运得主也顺延到了8月1号 台东教官处表示 参与抽奖人次已经破万相当的踊跃 而其中更有游客到台东县关山镇民宿 Long State住了28天 估计整个活动为台东带来了十倍的观光效益 开明台风来袭台东许多活动被迫改期 其中台东县府原定在7月25号抽出的 六月驻台东抽万元旅游金 幸运得主也顺延到8月1号 而活动主要是为了提振观光 台东县府祭出了六月驻台东抽六万六千元旅游金 丰富奖项包括了投奖六万六千元旅游奖励金 共有10名 以及二奖6600元共计有600名 以及30张旅书住宿券 20元热气球细流 以及六组自由飞等666组豪里 六六大顺的抽奖活动 因为台风无关系顺延一个礼拜 所以我们预计是在8月1号早上10点 会办理抽奖活动 台东将官处表示 原定在7月25号举办抽奖 受到台风影响延期到8月1号 以电脑随机抽出幸运儿 并在台东旧降丸 而没请台东台东县交官处 粉丝专页全程直播 抽奖活动我们会用电脑随机去抽奖 然后抽奖的全程的过程 会采直播的方式 都抽在我们台东就这样子玩 然后事后也会 公布在我们台东就这样玩的脸书 而这次活动参与抽奖人次 Po1相当踊跃 步伐有国外旅客 最特别的是 有一名新族游客到台东县 观山寺民宿Longstay 组了18天 估计整个活动为台东 带来了10倍的观光效益 这次的活动大概有1万人次 来报名参加登陆 这样的一个抽奖活动 那如果是以来台东 两天一夜的平均的消费来讲 两天一夜的消费是5000块 那1万乘以5000的话 就是大概是5000万的一个观光效益 那大概就是有10倍之多 台东教官处以最保守估计 活动带来10倍的观光效益 但参与抽奖人次Po1 也预估为台东带来 超过5000万的观光效益 接判罪台中市报道